肥迪呢?那可是個幸運的傢伙哦! 他在巧克力工廠當夜班警衛 然後有一次 他如常的檢查著工廠 卻注意到了 有人偷了幾盒特殊的限量版巧克力 第二天早上 肥迪訓問三位嫌犯 點心廚師傑森說 他晚上七點輪班結束後 他就直接回家了 他的太太可以確認他整晚都在家裡面 外送員哈利則是說 我完全不吃巧克力 我連聞味道都會嚴重起疹子 而工友彼得回答說 我昨天在打掃倉庫 我在地上找到一顆巧克力糖 就吃掉了 我很抱歉拜託不要開除我 請問你 你看得出來 誰是小偷嗎? 是哈利 他站在房間裡 拿著一碗融化的巧克力 但是卻沒有穿防護設備 假如他的過敏是真的話 那麼他就會起疹子了不是嗎? 又是巧克力工廠的另一個工作日 傑森決定好好來整一下肥迪 然後呢 他就用巧克力包覆了一顆生雞蛋 在他把它包好之後呢 就把它跟真的巧克力蛋放在同一個托盤上 傑森拿起巧克力蛋過來 肥迪呢? 他可是立刻就看出假的那個了 請問你知道他是怎麼做到的嗎? 真的巧克力蛋呢? 裡面是中空的 所以傑森在走路的時候 會在托盤裡滾來滾去 不過 反觀生雞蛋則會比較重 所以不太會移動 肥迪這次呢 決定要好好的反江義軍 所以啊 他打扮成鬼 去嚇傑森 可是呢 卻突然有幾隻 真的鬼 他就在房間裡 請問 你分得出 哪個鬼才是肥迪嗎? 那邊那個 他是唯一一個 一點也不透明的鬼 在某天晚上 工廠在慶祝週年慶 高層辦了一個派對 所有的職員都參加了卡拉OK大賽 多數人呢 那都是唱得無敵好的 而且還收到了禮物跟花 可是 只有最厲害的兩位參賽者 也就是 南希跟貝希 他們倆呢 成功的進入了決賽 他們準備再用一回合對決 不過呢 貝希 卻突然摔倒在地 不省人屎 醫生宣稱說 他是被下毒了 可是 大賽的所有參賽者 都吃了一模一樣的食物 而且 警察檢查過了盤子 也全部都沒有問題 請問 你猜得出 怎麼了嗎 有人在貝希的花裡下毒 第二天 貝迪如常來上班 他環顧四周後 驚呼 等一下 是誰帶了貓來巧克力工廠 這裡不准帶寵物 請問這次 你看得到任何動物嗎 在這裡啦 在這裡啦 貓受到的驚嚇 跑去另一個房間 菲迪跟著他 那麼 你現在看得到貓嗎 他就藏在那裡啊 菲迪抓貓又失敗了 他跑出建築物 躲在了花園裡 現在 你能幫他找到貓嗎 這個可憐的動物在這裡喔 菲迪抓到貓了 並在他的項圈上找到一條小紙條 這上面有聯絡資訊 菲迪打去給了貓的主人 可是電話沒有人接 所以 菲迪下班後 就帶著貓 去了紙條上所提到的地址 這是一間陰森的城堡 門鎖著 需要密碼 請問 你能幫菲迪用這個線索 來破解密碼嗎 密碼是英文的 Rainbow 之後 有一位陰沉的老人 招呼菲迪進城堡去 菲迪預期 他會感謝他把貓給送回來 不過呢 老人卻是開始 邪惡的大笑 並鎖上了所有的出路 然後他說 假如你有辦法 完成我給你的三個任務 你會得到一百萬元 不過 要是失敗了 你會永遠待在我的城堡裡 以下是第一個任務 幫我在這些蔬菜中 倒到我的眼睛 喔喔 你能幫菲迪嗎 就在這兒 老人出的下一個任務是 熬藥 而且順序要正確 他給了菲迪這份藥譜 請問 你能幫幫這個傢伙嗎 首先呢 你得先放咖哩 然後再選藍莓 好讓藥水帶綠色 最後呢 要加番茄 好讓它變棕色 至於這些蔬菜呢 菲迪不需要 而第三個任務 是要在這個打亂的房間裡 找到一本書 你能看得到嗎 他半藏在沙發下 老人把錢給了菲迪 帶他到了出口 然後就消失了 可是 就在菲迪試圖要離開時 他意識到 門是鎖著的 上面有密碼鎖 菲迪在附近發現了這張神秘紙條 他得要答對這個才行 否則 他可能會在裡面受困許久 那麼 是什麼密碼 才能把門給打開呢 2 3 6 1 每個數字對應到前面一組數字裡的圈圈數量 菲迪終於可以自由離開了 菲迪一離開這座鷹森城堡之後 他就決定要辭去工作 去環遊世界 首先 他乘坐飛機去到西班牙 他在飛機上遇到了葛羅利 他問這位女生來自哪個國家的 與其回答他的問題 葛羅利卻是給他看了這個謎題 那麼 你猜得出 是來自於哪個國家嗎? 沒錯 他是來自於愛爾蘭 然後呢 換葛羅利問菲迪 來自於哪個國家 他則是給對方看這個謎 請問 你猜得出他的國家嗎? 是古巴 菲迪 降落在馬德里後 就出去走走 他事先沒有先訂好任何的飯店 所以呢 他只是在城裡到處閒逛 要找個好地方過夜 突然間 菲迪發現了這間可愛的小飯店 於是走進去 噢! 犯大錯了 為何會這麼說呢? 看到窗戶裡的殭屍了沒啊 這個地方看起來不安全啊 菲迪一進入這間毛骨悚然的飯店 門就在背後猛然地關上了 他看到了三扇通往自由的門 毒蜘蛛在第一扇門的後面爬著 第二扇門後面 劍在頭的高度飛著 而第三扇門的後面有一個黑洞 請問你 你認為 菲迪應該要選哪一扇門才好呢? 你能幫助他逃脫嗎? 他應該選第二扇門 他可以爬過劍的下面 在經歷危險之後 菲迪決定要在當地的咖啡店吃個午餐 不過 這裡肯定有點不對勁 你想得出來是什麼地方不對勁嗎? 你看看這扇窗 街道上的景色上下顛倒 服務生走向菲迪 要幫他點餐 可是 隔壁桌的女人突然大叫了起來 救命啊 有人在我的湯裡面放了蟑螂 咖啡店的經理 詢問了三位嫌犯 廚子說 他如常準備那碗湯 他交給服務生的時候是沒有問題的 服務生則說 他沒有碰那碗湯 他只不過是端去給那個女人 然後就去服務別的客人了 也就是我們的菲迪 那個女人的老公說 我太太拿到湯的時候 我不在場 我在洗手間洗手 請問 你知道是誰有罪嗎? 沒有人有罪 請看看天花板 蟑螂是從通風口爬出來的 其中幾隻 摔進了這位女士的湯裡 菲迪 使用了特別的應用程式 要在馬德里訂豪華公寓 她找到了三個自己很喜歡的選擇 馬里亞娜 提供風景優美的雙層溫馨套房 比亞哥 有一間閣樓公寓鄰近公園 而卡米拉 提供了高科技別墅 這次 菲迪應該要選擇哪個選項才好呢? 這間閣樓公寓的玻璃屋頂有裂縫 極為不安全 而第三個選項呢 看到了愛菲爾鐵塔梅 卡米拉的高科技別墅 在巴黎 不是馬德里 所以 菲迪應該要選第一間套房才好 菲迪邀請馬里亞娜去公園散步 他們走了很久 很疲倦 所以決定躺在草地上休息 菲迪一個小時後醒來 卻發現 馬里亞娜已經消失了 菲迪開始找人 半小時後 她摔進了一個大坑裡 接著 下起雨來了 她意識到 這個坑會淹水 這可是個大問題啊 因為 菲迪不會游泳 她在坑裡找到一些東西 一條繩索 一顆球 和一個水桶 請問 菲迪要怎麼樣才能出去呢? 球會浮到表面上 菲迪只要抱著球 那她也就會 菲迪繼續去找 馬里亞娜 她遇上了一棟 巫師的城堡 是巫師 把這女孩給抓走 而且還將之變成為青蛙 現在 菲迪得幫幫她 她跟青蛙版的馬里亞娜 找到了巫師的藥水書 上面描述了必要的解藥 不過 他們首先得看懂 巫師對馬里亞娜下的是哪種藥水? 菲迪翻閱了這本書 第一份藥譜 包括了一片南瓜 一片青蘋果 一半柳橙 和半顆奇異果 第二份藥譜 需要一片 雛菊花瓣 三半蒜頭 和半顆紅蘋果 第三份 應該要含有一半柳橙 一半蒜頭 一根香蕉皮 和一片雛菊花瓣 那麼 到底巫師是用了哪種藥水呢? 看看架上的材料 這些只符合第三份藥譜 菲迪幫馬里亞娜變回了人類 對此 巫師可是非常的生氣 於是 便把菲迪傳送到監獄裡面去 他感到很絕望 他不知道要怎麼逃脫 突然間 有個詭異的男人打開門來說 來 我來幫你逃脫 菲迪跟著他 卻滑了一跤 摔在地上撞到了頭 菲迪在一個坑裡面醒來 他不記得自己是怎麼來到這裡的 如果他往左 他會進到浴室裡 假如往右去 他得爬過充滿了有毒廢棄物的隧道 才能通到外面 他應該選擇哪條路才好呢? 菲迪應該要往右才好 因為 假如他選擇左邊的廊道 他會再度回到監獄裡 你看 這間浴室 在監獄的範圍裡 菲迪逃脫了 並衝了個澡 還馬上打電話給 瑪莉亞娜 然後 巫師接起電話說 瑪莉亞娜的邪惡版複製人 我做的可夠多了 我現在用不到他了 你可以帶他回家 菲迪趕回巫師的城堡 他看到了四個瑪莉亞娜 請問 你能幫他找出真正的那個女孩本尊嗎? 這個瑪莉亞娜有的是爪子 不是指甲 她看起來像是狼人 這一個的牙齒和耳朵很尖 她或許是吸血鬼 這一位女士臉上有鱗片 她是美人魚 所以 真正的瑪莉亞娜 在這裡